玩具厂里,工人们举着牌子罢工抗议 玩具厂外,记者们高高举着相机乱做一团 大林迈着沉重的步伐慢慢地走上楼顶 他站在天台边缘,朝下望去 人群中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有人要跳楼 人们瞬间沸腾 厂长老曹认出是老板以后,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 好在大林又退了回来,他什么也不说 只是拉着老曹摊在地上,失声痛哭 作为老板的他,为何会被逼到如此地步 原来,受金融危机影响,广东数千家玩具厂纷纷倒闭 大林的玩具厂也在破产边缘 上半年没有一笔订单,发不了工资 工人就开始烧车示威 正在这时,一家外商发出了高达一个亿的订单 消息传出以后,幸存的玩具厂一用而上 为了拿下订单,纷纷压低价格 外商乐地看笑话,甚至不要脸地提出 不预付订金,获到付款的要求 大林和会计算了一下,条件虽然苛刻 利润也不多,但只要交易成功 他的玩具厂就能度过眼下的难关 还有什么资格去挑剔呢? 最终,大林的玩具厂凭借往日过硬的质量口碑 成功拿下了这笔订单 大林赶回工厂,吩咐老曹立即开工 可老曹一脸为难,工资拖了两个月 大家都有情绪,至少也要给点甜头吧 大林何尝不知,但账上的那些钱 全是用来进设备买材料的 他懒得听老曹念叨,又马不停蹄地赶去工商局 更在张主任身后苦着一张脸求情 厂里资金紧张,交税的事能不能还几个月 得亏他往日人品过硬 又加上玩具厂是市里的明星企业 张主任犹豫片刻以后,便同意让他打报告申请 处理完这些琐事,大林终于可以放心赶制订单 可没想到在半路上,他就听见新闻报道 原油价格上涨,原油涨价,塑胶也会跟着涨 而塑胶是玩具厂最主要的原材料 大林火速赶到办公室,要求老曹抢购塑胶 尽管如此,他还是晚了一步 现在下订单,价格也涨了百分之二十 偏偏他还不愿意降低质量标准 去口碑较差的供应商那里采购 大林不愿再想,工期紧张,开工才是最紧要的 为了让工人主动加班,他想了一个办法 把工人定额的单件工资下调百分之五 超额的单件工资上调百分之十五 加班越多,挣得越多 这样一来,订单能完成,工人也不会有怨言 两全其美 果不其然,闲得发慌的工人们 听说有活干,纷纷打卡上班 车间流水线终于开始忙碌起来 与此同时,一名叫小爱的记者 听说玩具厂烧车舍微 闻到了一丝大新闻的气息 便趁着招工的机会 应聘行政文员潜伏了进来 他刚在大林身边监工 却意外发现通风设备年久老化 车间里弥漫着刺鼻的塑胶位 闻久了便头晕眼花甚至呕吐 可这些老员工早已习惯了这个味道 甚至嫌麻烦偷偷摘掉了规定的口罩 午饭时,大林叫来老许夫妇 两口子是厂里的老员工 此时却满脸忐忑地盗窃 原来之前烧车的那个员工 就是他们的女儿许多多 大林心里也不是滋味 许多多虽然才干了两年 可这孩子从小在玩具厂长大 他也不愿伤了老员工的心 重拿轻放,没有追究责任 老许夫妇这才放心,千恩万谢之后 立刻跑去车间干活 晚上,流水线依旧繁忙 老曹却在接了一通电话以后 带着保安冲进车间 要求立刻停工 原来有个女工弄丢了一根针 整个车间乱成一片 不知过了多久 大林也匆忙赶到 那根针也被找了回来 犯了错的女工吓得泪流满面 大林暴跳如雷 对着女工大家斥责 你这个月工资别想要了 明天全场通报批评 女工刚满20岁 直接被吓哭 小爱见了打抱不平 只是一个小错 惩罚未免太过严厉 大林听了气不打一处来 如果这根针没找到 跟着成品去了国外 才被检查出来 那这批货都会被退回来 到那时损失的 可就不止一个月的工资了 有时候员工的一个疏忽 就能毁掉整个工厂 小爱不死心冲着大林背影 喊了一句 她还是个孩子 直比你女儿大两岁 大林愣了一下 想起自己也是从工人打拼过来 终究没狠下心 只通报批评了事 工期过半 老曹为了赶进度 每天在广播中喊话 取消午休 作为补偿 午餐免费供应 工人们听了 纷纷鼓掌叫好 出来打工 只要能挣到钱 苦点累点又算啥 可惜小爱不这么想 回家之后便将所见所闻 写成文章发在网上 在他看来 大林是个黑心老板 而他的玩具厂 也是血汗工厂 拖欠工资不说 工作环境也不行 文章在网上传开 老曹见了破口大骂 发誓 一定要找出内奸 而大林却无心关注 因为外商指定的 ICTI验场团队 即将抵达 大林为了应对检查 下令停止加班 恢复工人 正常作息时间 除此之外 他还让老曹 叫来老员工 每人塞一笔钱 让其在调查时 说好话 等到检查队来访时 看到的只有被装饰过的 车间和宿舍 就连谈话时 工人都在维护工厂 耽误了三天 验场团队才终于离开 大林又叫来老曹 偷偷调快生产件 老曹有些犹豫 工人又不是木头 上了流水线 自然能感觉不对 无奈大林一意孤行 甚至对老曹发起脾气 你到底站哪边 现在这个时候 咱们根本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没活干的时候 发不起工资 工人就要闹 现在有活干了 工人又嫌累 真把这当自己家了吗 哪有这么好伺候 想干就干 不干就滚蛋 大林发泄一通 火气下去 又放缓雨气安抚 等完成了这笔订单 就放假三天 让工人们去海边玩 老曹这才答应 从那之后 工厂又恢复到加班状态 工人们没有午休 也没有周末 每天天不亮起床 半夜才下班 日子久了 有些人就熬不住了 许嫂上班时突然晕倒 送进医院一检查 换了白血病 这事如果好好安抚 和家属商量赔偿 也就过去了 偏偏老曹 好心办坏事 只顾撇清工厂责任 企图哄骗 木鸡工人 说许嫂 是在工厂外晕倒的 不料老许就在现场 听了这话 抓着他就要揍人 我们夫妻在你这干了二十多年 现在出了事就想跑吗 小爱的同事闻讯赶来 拍了几张照片 又匆匆赶会报社 写稿 工人们听说此事 纷纷撂挑子 任凭老曹 喊破喉咙 也没几个人去车间上班 第二天 玩具厂女工中毒 登上了报纸头条 舆论瞬间爆发 大林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与此同时 外商和张主任也收到消息 纷纷打了电话质问 大林烦不胜烦 挂了电话只求清静 无奈先前因为烧车心虚 躲起来的许多多 又在这个时候 找上门所要赔偿 怕他不肯 便拉着小爱 让其帮忙说话 大林当场愣住 原来你就是那个 潜伏进来的记者 心中的憋屈 像是找到了出口一般 当场就和小爱吵起来 我爱惊 敢为我所写所拍的 每个字每个画面负责 你敢对你的工人负责吗 工人是负责 可是他们干活还能挣钱 而我为了这一单 我已经背了好几千万 弄不好 我还要倾家荡产 几千万 你好歹有几千万 可以押在银行 那些工人呢 赵伟儿 不 爱惊 你上过大学 你是一个记者 你应该是一个 有见识 有文化的人 可是你看问题 怎么就那么片面 达林怎么来的 是靠我自己 一点一滴的努力 打拼出来的 这才给了像老许 梁爱珍这样的农民工 进城打工的机会 是 这么些年 我是挣了一点钱 可是我这装的 不仅仅是钱 但还有一个梦想啊 我当初要是不接这个单子 我把场子和地皮 一转手 我就能挣上一大笔 可我要是这么做 这一千多个人怎么办 谁来管他们 政府管得了吗 农村回得去吗 这叫什么你懂吗 这就叫一个企业家的 社会责任感 可问题的重点是 他们的付出和得到 远远不对等 好 我告诉你 什么叫对等啊 这是维埃勒 一个亿的大单 这是我的利润 这才百分之几 投入的是 一个亿 得到的是仅仅几百万 而现在呢 因为原料涨价 因为汇率变化 等等等等 连这几百万我都没了 我对等吗 要按你们说的 我还没带倒铁几百万 甚至更多 当天晚上 大林独自来到医院 拿出一大笔钱 交给老许夫妇 承诺会负责后续医疗费 只希望两人保密 不然其他人见了会眼红 然而事态愈演愈烈 第二天一早 许多多带着律师赶到医院 听说能赔两百万 两眼放光 凑得更近 工厂里 工人们拉开横幅 开始罢工 老曹不厌其烦地劝说 号召工人们去上班 但车间里依旧空荡荡 他清楚 这一次玩具厂挺不下去了 大林走上街头 想起昔日荣光 只觉得恍若隔世 他回到工厂 外商带领人等候多时 通知他订单取消 张主任也找上门 要求他接受采访 降低社会影响 而陪伴多年的老搭档老曹 也默默递上了一封辞职信 大林万念俱灰 像行尸走肉一般 站上了天台 他终于领会到 什么叫做千里之低 溃于乙穴 他也想一死了之 可心里那点责任感 还是让他改变了想法 法庭上 面对将近一千五百万的赔偿 大林卖掉了房子和工厂 支付了其中一部分 并承诺剩下的会再想办法 曾经风光的玩具厂 就此落下帷幕 老许夫妇也收拾行李 回了农村老家 就像这次疫情一样 最难的不是员工 而是老板 这个身份听起来光鲜亮丽 但是背后的心酸无人知晓 大林拥有梦想 从打工者一路奋斗过来 虽然成了老板 但在资本面前 还是一个打工人 记者为了揭露现实 他有错吗 老板为了养活万千工人 他有错吗 工人为了争取合法权益 他们又有错吗 源头难道不是那些 只要低价高质量商品 还想从中赚取最大利润的外商吗 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搞 小冰